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金雄先生 是不是有其他的辦法 哎 從湖州到上海 倒是有一條水道 我爹的上船經常走過那裡 如果金雄先生能信得過我 我即刻趕往南區 我打通這條水道 笑一拳馬 小姐 曹靖 快走 我的大小姐 你真是夠可以的 這要是讓你爹看見 我怎麼會讓他看見呢 今天一早他可忙呢 現在正在吃早飯 我就趁著空到溜出來了 你爹平時一直把你當淑女 要知道你一大早翻牆出來 真把他氣瘋了 你以為我爹他真那麼在乎我呀 他其實心裡面最在乎的還是文光 下個月呀 他就要過六十大壽了 這兩天哪 他嘴裡念叨的就是文光文光 哎 也不知道文光心裡面記不記過他 哎 好了不說了 快帶我去你表述的筆裝 你要去買筆啊 是啊 送人 這個文光竟然來心了嗎 沒有 大概是讀書太忙了 不過啊 下個月老爺的六十壽塵 文光一定會回來為您祝壽的 可惜啊 文光他是搞仕途 不然把家裡這副蛋子給我挑起來 我就放心了 好在老爺的生意上啊 還有金寶幫著打理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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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回來了 什麼 在哪 在哪 老爺 文光 我説的是文路少爺 你怎麼不早說呢 你 爹 你辮子呢 我也不知道我運氣怎麼那麼不好 那天我去收帳 我一定会在学校 愿意 这个人 来 我讨厌 我讨厌 你已是年纪 无论 自然 甚至 将滋味 那么 我讨厌 不讨厌 你们 你 为何 你 我讨厌 你 我讨厌 我讨厌 你 好的你也是学不来了 你就继续那些不完分的革命党 只有他们才留这种革命头 爹 大哥不也这样子吗 你大哥学的新学堂 你跟他比 朝廷现在推新政还办洋务 听说还要立宪 你大哥明摆着是要搞仕途的 你不是那块材料 等一会金宝从上海回来 你跟我当马头上接船去 金宝哥回来了 金宝 金宝见过老爷 三个月不见 你怎么捡了个文明头 老爷 这个是交接的银票和账簿 还有在上海采买东西的清单 好 爹 过来给您拿着 德某行的账本轮到你拿的份儿吗 老爷 赖您息怒 三少爷没别的意思 他只是看金宝能不辱使命为洪家争回了面子 他自然高兴了 高兴也不用摆在脸上 君子坦荡荡 小人才长齐齐 息怒于色 成何大天 好 金官啊 我就羡慕你有这么个好儿子 这趟啊 多亏了金宝 在上海跟洋人周旋 才是德某行全身而退 不但没有损失半点 还在那苍蝇腿上撇下块肉呢 还不是老爷 您的栽培呀 是 儿子 你说是不是 对 我爹 说得对 德某行这块金字招牌能够保全至今 并且在南巡四项中拔的头筹 全都是托老爷的红符 转眼之间老爷都快六十大寿了吧 金宝此番尽早赶回就是为了给老爷祝寿 青棍啊 你看你这儿子多会说话 金宝 你在前面带路 咱们到船上去看看货 是 请 爹 我扶您上船 小心脚下 你说到底谁小心脚下 金在外面丢人现眼 你是洪家的少爷 不是那跑江湖的跳梁小丑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你这也不是七老八十了 我动弹不了了 你赶紧去赶紧走吧 别老跟着我 哎 你可真有闲情意志 我每次到我表叔这儿都待不了一分钟 哎 你挑笔送给谁啊 不告诉你 人家 可没把你当公子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准是那个替你们家跑上海生意的小伙子吧 不过我可提醒你啊 千万要小心啊 小心什么 大上海 大上海可是花花世界 到处都是洋人 而且啊 女孩子都很开放的 那又怎么样啊 那些路过做小买卖的客人 还不就是看看而已啊 你呀 太不知深浅了 这大都会都是纸醉金迷的 比如说开舞会吧 这男的抱着露胳膊露腿的女人 跳三分钟华尔兹 两个人熟的就跟情人似的 我才不信呢 他拖着个辫子 还能参加什么舞会啊 我真希望能有个白马王子 抱着我跳华尔兹 你看啊 这支笔好漂亮啊 哇 你真有眼光 这可是他们店的精品和联青 我还想请这里的师傅啊 在上面刻几个小字 哦 刻什么字啊 就不告诉你 爹 爹 你照顾好老爷 我一会进来 好 三少爷 千万别生老爷的气 他老人家是出了名的刀子嘴豆腐心 以后啊 我帮你跟老爷谈谈 我带你一块出去 好好散散心 行吗 阿宝哥 你就别劝我了 我爹的个性我还不了解吗 再说 哪有儿子跟爹生气的 就算他赶我出门 就算他不让我姓洪 他还都是我爹 但是阿宝哥 你对我好 我会永远记得的 鸡鬼你看看 阿宝哥多照顾我 在宏家大院 只有阿宝哥对我是真正的好 我看你们这么随缘 还不如拜把子结把兄弟呢 怎么样 这个主意不错 为何不呢 这哪成 这不是坏的规矩吗 鸡鬼 别出色主意了 阿宝哥 刘关张军臣之间都已经桃园结役了 难不成你看不起我 三少爷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 那就好了 那我也是真心的 那多谢三少爷 金宝出身寒威 有幸从小认识文禄少爷 智趣相途 甘胆相照 我洪文禄 出生富家 不过一个树房公子 西亚宝哥从小照顾 今日有幸结为兄弟 此后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我寄来历比你们年长几岁 既然你们请我来当这个忠人 那我倒有一句话不得不说 将来行事若有反复 背信弃一 怎么办 鬼神共诸 这都傻午了 文卫怎么还不露面 是不是睡过头了 这几天文卫总是夜里读书 可能是起来晚了吧 女子无才便是得 也怪我让她心学学得太多了 你就说 长跟她在一起的那个曹家丫头吧 整天疯疯癫癫的成何体统 曹家那是新派 跟曹靖比 我们文卫是有分寸的 你就宠着他们 早晚你会宠出事 爹 什么事 风风火火一点规矩都没有 爹 您看谁回来了 爹 我 别忘本还记得爹的生日 在绍兴学得怎么样 爹放心 而谨尊爹的教导在绍兴苦度功名 等到来年缠功折跪 爹就等着天儿高兴吧 你什么也没学会 跟完路一样 就一张嘴 爹教导的是 儿子一定取得好的成绩来报答爹 来 爹 您请坐 爹 文官文录 你们十月好了 怎么都一块来了 爹 这下你可开心了吧 大小姐好 阿宝哥 难得一家热闹聚在一起 让你徐医做一桌好菜 大家热闹热闹 好了 我去做几个拿手好菜 一会大家边吃边谈 好 我也去帮忙 你可别给你徐医娘添乱 我知道了 去吧 老爷 我也去帮忙 金马 你这趟功劳不小 马上就一起上座 是 徐医 我来帮忙 文卫 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 不如 就让我跟你去做船娘 划着船在湖上游 有客人来的时候 就做几道精美的小菜 自食其力 就跟徐医当年那样逍遥自在 胡说八道 船娘是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女人做的 你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怎么能做这个 这话要让你爹听见非说你不可 四文大小姐我都做腻了 船娘有什么不好 徐医进了我家的门 还不是照样放不下这船菜馆 我就这么一点偏好 还让你这小姑娘给牵着 我告诉你 船娘可不是那么好做的 首先要会划船 而且不管是风吹浪打 都要把船划得宛如平地 这些功夫 你不是都背着爹偷偷教过我吗 这话千万别人爹听见了 徐医 不如今天的主菜就让我来做 看看爹吃不吃得出来是谁的手艺 不行 你做的菜你爹从来就没有满意过 行了 有你在一边指点就是了 好 好 厂上明珠 爹我自己来 金包 谢谢老爷 怎么样 不错 不错 菜如意 长无意 玩如猪 这真是菜中的佳品 老爷 你没吃出来吧 今天这道菜 可是文卫做的 怪不得这个鱼丸酥了点 这火候松了十年功 文卫 还得跟你鱼娘好好学着点 原来爹的口味是更别性的 姓徐就好 姓红就差那么一点 调皮 金毛 上了桌你就多吃点 吃完了 今天我还有要紧的事和你们商量 这大清江山传到小皇上手上 眼下再不是盛世年华 朝廷格固顶心 一属勉为其难 这风雨飘摇中 买卖更不好做咯 今天早上我算了一下进出的账目 收入真是少得可怜 老爷不必自责 南巡的四象八牛进来的日子都不好过 都在寻找出路 所以我决定 在我六十寿臣之前做一笔大买卖 然后在六十寿臣的当天 我就宣布退出商界 安度晚年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生意难做 但这样孤注一掷 似乎不太符合老爷的风格 常言道 会枪的枪上死 会剑的剑下亡 我洪福奇 为什么要一笔买卖跑到死呢 再说了 我洪家挣的钱已经够几辈子花的 这文光文路不是做买面的材料 文卫呢 早晚也要嫁出去 金宝也要自立门户 这些我都考虑周全了 我为什么见好不收呢 那老爷已经认定如今是收山的最好时机了吗 我洪某退役已决 可是德茂行的招牌总得有人撑起来吧 这关系到德茂行的百年基业 也关系到我洪某是否全身而退 金宝 老爷让你走一趟难走的船 我已在行家湖三地收集了一整船上等基地司 买家就是你在上海打交道的洋人的新纺织厂 就在湖州庄团上海交易 这次我洪某真的是连身家性命都搭上去了 这几年外面不太多 一两箱上等司都让人提心吊胆了 可况这次是整整一大船 老爷不会有事的 有我金宝在 你不用担心 好金宝 老爷就要听你这句话 爹 阿爷想在您大寿之日尽很孝心 如果爹不前气的话 这次就让我做阿宝的助手 一起押船去上海 你还行吗 你要押船 儿子不是心血来潮 我的确是认识一些商场上的朋友 也许能对这次远行有所帮助 好 温哥 你真没辜负你爹 这一番苦心 爹 让我也跟他们一块去 他们是在做大买卖 不是去玩 我也不是去玩 一路上我可以帮他们做饭 照顾什么的 那都是下人做的事 你一个大小姐成何体统 爹 爹 文璐也想去押船 别开玩笑了 爹 我是跟您说真的 您怎么老是觉得我在跟您开玩笑 爹 为什么别人能做的事情到我这里就 我问你 这次你到安庆去收蚕丝 头发是谁剪的 这是给那些学生剪的 胡说 你的头发是被蚕农剪的 他们还把你扔到河里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胆大妄为 你的一言一行 都有人向我透露了 你有没有像残农鸭家 爹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洪家好 咱们德茂行收购家太高了 这些年来 别胡说了 算小账你还聪明 你就是不会算大账 为了一点盈头小力 你差点把我们洪家的招牌给砸了 你这不是动摇洪家的根本吗 爹 不要说了 此时到此为止 无论再犯 我绝不轻饶 不轻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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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哥 快告诉我 上海好玩吗 一点都不好玩 都是人啊 汽车的 汽车 那什么玩意儿 什么牲口拉的 这个不是牲口拉的 是烧燃料的 我这次带了几张报纸 上面有照片 到时候给你看 我听曹靖说 上海的女孩啊 不喜欢去参加什么舞会 跳那个华尔兹 老实说 你有没有去过一种舞会 这次因为做生意的需要 洋人请我去跳了一次 不已经我的允许 就随便给女孩子跳舞 拔你 拔什么 拔 你也要跟我跳一个华尔兹 华尔兹啊 我在这个场子里面 只是耐于冲树白白样子 你知道那种转圈的舞多难跳吗 弄不好 我会把你的脚给踩坏的 你可以跟别的女孩跳 就偏不跟我跳 那我回去了 行 跳不就行了吗 怎么跳的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 我看过曹靖跳的 好像是 这样 一二转 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过我不会跳的吧 踩腾了吗 好了 算你不会跳的 这当作是给你们陪的 你还合适吗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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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真的很合适啊 就好像原配的一样 那我呢 对不起 嗯 这是专门为我们两个课的 嗯 干嘛 还想跳舞吗 美味 ster 我才不是没事 不试过 小心 小心 别给你的听见了 回来了 小姐 一个大姑娘家的半夜三更悄悄外出 还挺得意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不怕被爹知道 金宝 还有你 你竟然敢动我姐的脑结 我 文光 这不能怪阿宝哥的 是我自己喜欢他 大少爷 金宝虽然出生低微 但知道怎么爱惜小姐 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 这个您一定要相信我 好 好了 我没事 您放心吧 不过 你们都已经手牵手了 我还能怎么说 听着 我爹那边 以后恐怕不能再高枕无忧了 事关重大 我还担心老爷不答应 我还是想请大少爷在老爷面前帮忙育成 金宝 你要是真喜欢我姐 就应该早点去提亲 别这么拖着 不过 不过 就要看 你这个当姐姐的 怎么对我这个当弟弟的喽 讨厌 从小到大 就会少敲过我竹杠 姐 好了好了 早点回去睡觉吧 我有话 要单独跟金宝说 我先走了 你早点休息吧 走吧 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要两情长久也要朝朝暮暮 这疯丫头 这两年新学还真没白学 金宝 大少爷 你找我有什么事 金宝 我一直在等你 咱们这次去上海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他需要带半船要紧的货 什么货 金宝 你和我姐的事情我之所以不反对 是因为我不认为有贵贱之分 你记着 不管是富家子弟还是帮工下人 我们首先都是汉人 都是有骨气的中国人 欺软怕硬是朝廷的德行 真正有报复的男儿要看清史事 大清朝的气数已经差不多了 这么说大清朝快完了 莫非 你是革命党 是 文禄 你干什么 偷偷摸摸的 大哥 金宝哥 没有我 我半夜睡不着 假花又逛逛 那你刚才 有没有听到我们说什么 我好像在听你们说什么革命党 这是要杀头的 革命党的事情 你根本就听不懂 还偷听 我没有偷听了 我只是听到一两句而已 好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再不回去 我就告诉爹了 别别别 我这就回去 这就回去 今天能够见到洪家的少爷 那真是我三生有幸啊 我想你是认错人了 如果你要认识洪家少爷 就应该找我大哥洪文光 我文禄虽然顶着洪家的名字 可我在家里连下人都不如 三少爷 您别说气话 来 喝酒 说起你大哥 他好像是刚从少星回来 怎么了 没什么 来 喝酒 来 来 喝 没来 早就该结识你们了 可是来了南巡之后一直忙个不停 县衙有什么好忙的 这衙门本来是不忙 可是最近林县的公文不断 都是让我们协助抓捕革命党的 我听说革命党都是一些不要命的凶神恶煞 难道在南巡这么大个地方也有革命党吗 目前还没有 不过少星可是已经有了 湖州也有了 我们南巡恐怕也是早晚难免 听说这革命党抓住了 那是要杀佗的 咔嚓 对 革命党那是谋反 当然要杀佗 那杀佗还是好的 杀佗还是好的 当然了 那杀佗只是死一个 革命党那要满门抄斩 诛灭九族 这太凶惨了吧 乱世用重心 革命党是干什么的 它是要夺大清的江山 所以那革命党人该杀 还有他的亲戚如果隐匿不报 那是更该杀 当然了 我们的县太爷呢摘心凉厚 他也不想让上面知道 我们南巡的地方有革命党了 所以呢 如果真的有革命党了 只要他愿意及早悔悟 及早自首 我想我们县太爷肯定是 为他网开一面 替他隐瞒 给他一个盖多自新的机会 师爷 你说这洪家大少爷 他真是革命党啊 这是不是革命党只有天知道 目前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不可不防啊 如果这位三少爷肯合作的话 要是十半龙碑 师爷 这抓革命党是很重要的 不过这个赏钱就 爹 我看您老用这枚缺脚的印章 怎么不换一枚新的 阿宝 你经常行走码头 也不知道替老爷换一块上好的鸡血或天皇 重新问老爷刻一没 大少爷 你真的委屈我了 为老爷选块新的食材 我会舍不得吗 是老爷念旧 而且这块硬石上的残损 已经成为老爷印章上的特点了 要是换了个新的印章 事先没交代 人家上海的钱庄还不认呢 希望你们平安的上路 对了 金毛 那本路要是再缠着你上船 你千万要告诉我 爹 其实文禄他也没什么 就是有点小孩子脾气 你看昨晚我跟阿宝谈点事情 他还在旁边偷听 回头叫你徐姨娘好好地管束他 你说的是真的吗 难怪大哥思想那么激进 原来绍兴是革命党闹得最凶的地方 你大哥都说了些什么 谁啊 我昨天就听到他在跟金毛 在讨论什么革命党 你亲耳听见的 我 没有啊 我是很远听到的 我搞不好听错呢 不过记鬼 这如果假如我大哥他真的和革命党有染的话 那就完了 你们全家都完蛋了 那这可不行啊 我爹做生意是那么不容易 不能让大哥乱来的 这样吧 我来问问他 如果真的话我就劝他自首 他要是不肯呢 那我抓他去衙门 你能拽动他 三少爷啊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他和金毛已经出发了 现在 已经在湖州店面上装货了 那我这就赶到湖州去 自从你上次去安庆 被残奴捡了辫子之后 你爹就不让你随便到处乱跑 那再说 你有什么证据 说你大哥是革命党 你大哥要是不承认怎么办 还有啊 那革命党 那都是心狠手辣 六亲不认党 万一你大哥对你翻脸 下黑手 不可能的 不会的 三少爷 我看这事 咱们还得从整 看这样 林总监 老爷一再交代 这笔买卖的上将费劲复 要紧早交货 以免夜长梦单 这个我倒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 回来的路上带的银票 回来还是走湖州吧 我想办法跟曹邦打声招呼 我想这样应该会没事 我就知道在这儿能找到你们 喂 你怎么来了 不止我一个呢 徐医跟文禄都来了 在那边 大哥 阿宝哥 我和姐带娘来湖州看京剧 京剧 湖州有好京剧吗 当然有了 我们刚看完 里面有一个银小花旦的 叫白小倩 不但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有一副好嗓子 听说她还是那个班的班主呢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哦 我们刚装好船 今晚就出发了 水路不安全 你们千万要小心呢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有问题的 姨娘去吃点点心吧 阿宝 带姨娘他们找家好一点的管子 走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好 我们走吧 等一下 姐 不如这样吧 你先带娘去吃东西 我跟阿宝哥说点事情 好吧 我一会儿就来 文禄啊 找我有事吗 阿宝哥 季贵近来在帮里 好像不是很得志 是啊 跑江湖是挺危险的 他真不该混这条路啊 可不是吗 还不是怪我这个事 我看见少爷坐得没出息 连跟班也四处晃得无所事事 你不知道他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了 他在湖州吗 那让他来船上帮忙吧 反正他对这附近的水路也挺熟悉的 我还真需要人向曹帮打声招呼呢 那好啊 听阿宝哥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阿宝哥 你实在不应该轻易答应让季贵上船帮忙的 你要念兄弟情也要看时候嘛 这堂打牙太大了 需要谨慎再谨慎 毕竟是多年的朋友 又是三弟开的朋友 这倒是为难时候帮人一帮了 现在哪是客气的时候 文威 声音上的事情你就让我做主吧 万一他们抓人的时候开枪走火呢 还我还万一呢 万一人家不让你报告了呢 万一人家亲自抓人呢 那就不算自首了 你们全家都得看看 好好好 好的 我自首我自首 可这一定要算自首啊 还有 他们抓人的时候 可千万别伤到我大哥呀 哎呀放心吧三少爷 我亲自陪你去衙门 邱先生你怎么来了 安清有变 安慧巡抚恩名突然增兵 所以我特地赶来 与胡州的同盟会联络一下 万一安慶局面难以掌控 可以让徐先生带人躲在这儿 你的任务安排得怎么样了 我晚上动身去上海 将左左沐先生运来的武器 送我安清 事不宜迟 快去快回 我也要马上赶回绍兴 组织力量测引安清 现在这个时候可千万要小心 随时都会有所变数的 不好了 一战三面都出现了清兵 我们被包围了 军情紧急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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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多 你们俩都跟我走 三 跟你们走 恐怕巡抚大人不答应 行 这是巡抚大人请我们家小老板 去唱堂会的帖子 原来是白小千 白小老板 早晨小人赵母娘还去给您捧场呢 说您唱戏唱得如何如何的好 如今有幸见面呢 果然是名不虚传 说是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段有身段哪 谢谢你们关照 老大我和朋友下盘棋 能否让我们清静清静 打扰了 打扰了 你胆子可真不小啊 竟然来给我找麻烦 好一个白小老板 迷倒了湖州城里老老少少 大大小小的戏吃 难得能够陪小老板 合眼一出捉放草 只是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白老板的定力不够 好端端的一盘棋 愣是给吓死了 我叫鸿门锅 谢谢你 我虽身在林园逢唱作戏 但也不满金达人和武汉 戏不能为革命军效力 享恩无虚谢胆恩不元气 所以请你说起这些字 原来你读过邹荣的革命军 唱本看多了 也读些闲书 有什么好奇的吗 加快速度 马上出发了 来 慢点 慢点 说好了晚上要发传的 大帅怎么到现在还能玩 好 来 阿宝哥 你说我大哥他 他该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出事 出什么事 这平排无故的 大少爷怎么会出事呢 好 三少爷 你多虑了 多虑了 尽宝 文禄 大少爷 你可回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 贵了几个朋友 来晚了 差点购了这趟好买卖 你先回去吧 跟爹说千万放心 进吧 我们走 我们出发了 再见 准备开船了 好嘞 开船了 开船了 快点快点快点 开船了 来来来 快帮忙 现在怎么办 如果大哥真的是革命党的话 真要是有什么事 那还是出在湖州南巡为好 真要出在上海 我们是边缠过急 想救也救不上 想帮也帮不了 那就只有杀毒的份了 我就三少爷 你对不起 你也没什么事 你也不想救我 快点快看 你看好 City 最后 真的 romeo 也不想 jazz 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